精彩继续 《探龙》第409章 萧冷秋是一个人来的 金玉龙金玉珠和杨子并不在 他们去哪儿了呢 在米林之中 当萧冷秋远远看见一座刀山的时候 他就知道 接下来必定会有一场恶斗 输赢且不说 时间耽误不起 杨子独发工心 还能撑多久 没人知道 就算自己能赢了对方 万一因为时间拖延 耽误杨子最佳治疗时间 那一样会要了杨子的命 何况自己未必就能赢 所以萧冷秋立即做了一个决定 让金玉龙和金玉珠 带着杨子冒险进入密林 从密林之中上山 而他则留下来 从山道上山 吸引对方的注意力 这其实是双方都危险的方式 密林之中凶险未知 山道之上关卡重重 以分开 实力分散 更加凶险 这也是唯一不耽误时间的方式 为了救杨子 他们只能这么做 哪怕会因此而赔上自己的性命 所以萧冷秋一个人就来到第三馆了 站在刀山火海之前 赫连烈站在木材堆上 一眼就看见萧冷秋 眼神中立刻散发出一股杀起来 就是这小子 刚才火烧赫连猛 要不是自己回去了及时 就要了赫连猛的命啊 自己早看不惯这小子了 一副孤绝清高的模样 怎么看怎么不顺眼 还和自己一样都是玩火的 既然你一个人来了 那好就先拿你开刀 心中一合计好 就立即一只小冷秋 说道 小子 烈也在此设下刀山火海 你有种就上来 没种退回去 烈也伤体天心 也不会赶进杀局 他这话的意思很明白 你敢站就上来 不敢站 滚蛋没人追你 小冷秋的脸色 瞬间就阴沉了下来 他当然听得懂 但是他也看得明白 眼前这刀山火海的厉害之处 刀山下面的木材 肯定不是白甲的 人一上去 底下木材点燃 人在火堆上面 还插满了刀 刀刃一致对外 不管是输了还是赢了 都不安全 而且漫上一漫 火苗子可就窜上去了 血肉之躯 哪里架得住火烧啊 搞不好就是一个两白俱伤的局面 但肖冷秋还是以纵神就窜揽上去 脚尖一点地 拔地而起 半空中一点刀刃 一个翻身就落在木材堆上 白衣圣雪 偏若惊鸿 往后连列面前一站 气定神险 按理说 这木材堆插满尖刀 在对方上来的瞬间攻击 对方会极难躲避 但贺连列并没有趁肖冷秋上来时候动手 而是一动不动地等肖冷秋站稳 这一点倒也算是有风度 木材堆的顶端 只有两米尖锋 两个人一站 几乎没有违旋的余地了 何况四面还插满尖刀 这一上来 两人面对面站着 气氛瞬间凝固 两人身上煞气翻滚 煞气四气 都在暗暗的虚立 就在这时 忽然之中 密林之中窜出一个人 一抖手 一点火苗打进木材堆上 底层木材之上 早就淋了火油 一碰火苗子 火焰呼的一下就窜了起来 顿时一股热浪 向上扑去 火蛇翻滚 直烧的木材 是琵琶作响了 小冷秋心里一沉 担心的事情 还是发生了 说实话 他并没有把握 拿下何连烈 之前能赢何连猛 那是因为 何连猛大意了 他又施展了一点 小手段 但现在何连烈 明显也是玩火的高手 又在他所熟悉的 环境之下 何连烈的实力 自己未必是对手啊 何连烈却兴奋起来 他看得出来 小冷秋慌了 这种情况之下 谁慌 谁就等于输了一半 何况他自觉 自己的实力 完全可以碾压 小冷秋 所以根本不再废话 以反手 从身后的木材堆上 抽出两把刀来 双刀在手 交错也滑 伴随苍朗一声响 两把刀上都冒出火苗子来 火刀之术 这里所有的刀 既是威胁对方安全的因素 也是他的武器 小冷秋面色一阵阵发青 但没有倒退 一反手 也抽出蛇行刃 往面前也横 两个人就像两只 斗驾的公鸡一样 摆开了架势 与此同时 金羽龙背着杨子 带着金羽珠 在密林之中 也遇上了危险了 危险来自一群黄鼠狼 黄鼠狼实在算不上 什么凶恶的物种 但是在这里的黄鼠狼 就和普通黄鼠狼不一样 黄鼠狼是杂食物种 什么都吃 被丢进这里的尸体 可是并不少 这些东西在吃过人肉之后 不但长得特别大 身形几乎有普通黄鼠狼 两三倍大小 还对人形物体 特别感兴趣 金羽龙等人 一进入密林 就被盯上了 并且立即发动了进攻 有几只黄鼠狼 大概以为金羽龙等 是和之前 被丢进来的尸体一样 眼眸绿光就扑了上去 金羽龙并没有开始当回事 三两脚就给踢飞 背着杨子 直向山上跑 但是那几只黄鼠狼 吃了亏之后 竟然是跟在 金羽龙兄妹的身后 一边追着跑 一边急急叫唤不停 伴随着叫唤声 不断地有黄鼠狼 从密林之中 其他地方赶来 金羽龙背着杨子 大概只走了一里地左右 这些黄鼠狼 已经达到四五十吃了 金羽龙有点慌了 急忙将杨子放了下 让金羽猪背着 这四五十只黄鼠狼 已经对他们构成了危险 这些东西行动极其灵敏 体型又比一般的黄鼠狼 大胜许多 攻击力不弱 要是不能尽快解决 只怕会越来越多 到了那时候 三人都得喂了狼鼠狼了 可他一停下来 那些黄鼠狼 就呼拉一下围了上来 四五十只 从四面八方 将三人团团围住 一时之间 心骚之气大胜 而在此时 小冷秋也和贺连烈 交上了手了 两把带火的尖刀 在贺连烈的手中 像两团飞舞的火焰 本来就两米见方的地方 贺连烈双刀一施展开来 几乎逼得小冷秋 没有地方闪躲等我 而且身后都是尖刀 一不小心就会被划伤了 一交手 小冷秋就尖了血了 底下的火焰 已经开始顺着木材堆 向上攀升 片刻间就烧到了一半 火势越来越旺 火喵越升越高 远远看去 已经成了一堆熊熊烈火 而小冷秋和贺连烈 就像两个在火焰上跳舞的 舞者一般 您的小说 探龙 下集更精彩 海峡 水平均越岸 水平均越岸 海峡